金融市政府 烟酒茶器人員 会同海巡 暗巡等联合茶器单位 进入仓库 加强茶器非法烟酒 成果相当丰硕 大家知道出国 可以带回来的烟酒 应该大家应该都会常带烟酒吧 烟酒大家知道 一条可以携带量是多少吗 金融市政府财政处 烟酒管理科 每年执行 撕裂烟酒茶器 及法令宣导 新年度 有别于传统的海报宣导方式 特别制作一部短影片 活泼生动的卡通宣导 近期前往金融监理站等地方宣导 也让民众印象深刻 我们烟酒是有检举奖金的哦 是我们的DM里面也是有答案的哦 600万 对了 我们的烟酒奖金就一个案子 那通常会达到600万 通常就是渔船的走势 才会有这种可能 就大量或货柜的走势这样子 以前我们的宣导呢 我们大概通过DM 然后跟民众的一个发放而已 但是因为现在呢 我们有制作了一些短影片 那因为这样的生动活泼 再加上不同的场合 然后能够跟民众互动 然后又在当下呢 我们又有一些的 一个有讲真大 所以也增加他们对于 这个失列烟酒的一些认识 那真的是对我们在烟酒管理部分 的一个茶器啊 我觉得都有很大的注意 免税烟酒违法贩售 除了可能受到罚之外 也提醒民众购买酒类 记得要先看优质酒类 认证标章 产品才会有保障 也能够透过我们今天的W标章 对我们的酒品的优质酒品 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 110年 111 112 事实上呢 都显著在 在查货量呢 是有降低 但是为什么这个会凸显 就是因为我们跟海巡熟 然后呢 在共同查货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母船 那这个呢也就是说 我们因为我们的奴役之下 也喝足了这些 违法走势的一个心态 所以我们有良好的一个绩效 除了仰赖政府茶器之外 财政处烟酒管理科也呼吁 民众可以透过慎选商家 来保障资深健康和消费安全 购买烟酒时 请到合法通路 并索取收据或者发票 记者黄绍明 既有报导